念佛不断,鬼退病欲 十九岁的生命 在病床上虚弱地躺着 他叫少年恶 眼神呆滞 耳边都是医生的话 这病没药医呀 心情一直荡在谷底 有一天晚上 灯火通明的病房出现一片阴影 黑压压的 风一样地往他的病床冲过来 哎呀,牛头马面,青面獠牙 他紧张地跳坐起来 拿摩阿弥陀佛,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 瞬间,鬼怪都被他念佛的声音吓到了 急得团团转,不敢靠近 后来,连阎罗王也现身 威风凛凛要来抓他 可是也被佛号挡着 一步也跨不过来 你太吵了 不要再念了 听到没有? 医生不耐烦地对他说 于是 念佛愈来愈大声的少连恶 被移到灵魂的病房 一个人用尽力气大声呼唤 拿摩阿弥陀佛 将近五天后 一颗金光向流星落下来 放射光明 把整座医院照亮得如同白昼 除去了阴森森的气氛 阿弥陀佛这时候就站在金色的光明里面 慈悲地向他微笑 给他安全感 好像妈妈怀抱里那个新生的婴儿 隔天 兴奋的少连恶依然不停地动嘴唇 欢欢欢喜喜出院去了 他心想 念佛真好 念佛真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